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极不平凡的五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委员们认为 今年就业总量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 光高校毕业生预计有1150多万人 在就业的人数比较多 随着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和稳经济各项举措的进一步落实 我国经济将持续恢复 将为稳就业提供 坚实支撑 企业 营业各方面都会正常起来 中文字幕 营业各方面都会被捧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